我们是不是马上就到了呀 还没到呢 佩奇 来玩个游戏吧 看到我们最喜欢的颜色的车就喊出来 好的 我最喜欢的颜色是绿色 我最喜欢的是橙色 我的是红色 乔治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呀 蓝色 乔治最喜欢的颜色是蓝色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颜色的车先过来 好的 小猫坎迪坐着绿色的车来了 绿色 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 我赢了 你好 坎迪 秘如 你好 佩奇 小狗丹妮坐着狗爷爷的拖车来了 橙色 那我赢了 你好 丹妮 你好啊 佩奇 又来了一辆车 那是苏西呀 你好 你好 佩奇 蓝色 蓝色 是的 乔治 那是辆蓝色的车 所以你赢了 这个游戏太没意思了 我们居然一辆红色的车都没有遇到 有辆红色的车就在身边呢 佩奇 在哪儿 我们的车子是什么颜色的呀 是红色的 我赢了 我赢了 佩奇一家已经到了山上 等我们到了山顶之后风景一定很美 我们到了 太好了 看着明媚的阳光 宜人的景色 哦 糟糕啊 突然下雨了 美丽的景色到哪里去了 那儿的景色不错 这里是兔小姐的冰淇淋店 你好啊 兔小姐 你好啊 祖爸爸 给我四个冰淇淋 那么 你要什么口味的呢 薄荷 橙子 草莓 还有蓝莓味 谢谢 好的 哦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 对不起 羚羊夫人 哦 糟糕 佩德罗咳嗽了 你们不要担心 我马上打个电话给棕熊医生 你好 我是棕熊医生 你好 医生 我是羚羊夫人 有个孩子生病了 你不要慌张 我现在就过来看看 你们是哪个人生病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羚羊夫人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这味道就像一只在里面灌满了果酱的旧血 太感谢你了 棕熊医生 再见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这个药的味道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来给你讲红猴子的故事 但红猴子的故事讲过很多次了 你跟红猴子洗了澡 刷了牙 然后就睡觉了 是的 的确是这样的 我们能不能换个故事听听呢 蓝色的老虎 绿色的蜘蛛 橙色的企鹅 这本是什么呀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我一直在找这本书呢 这本是你的书吗 爸爸 这是我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一本书 什么是图书馆啊 是一个你可以借书回来的地方 等你看完了一本书 你要再还回去 但是猪爸爸忘记把这本书还回去了 对吧 我已经借了很长时间了 没事的 你明天还回去就好了 但现在该睡觉了 我要等爸爸读完这个故事才睡觉 这个可不能算是故事 佩奇 拜托了爸爸 读一下嘛 好吧 混凝土的美好世界 混凝土 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 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第一张沙子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 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 这里有好多书呀 呻 佩奇 在图书馆里面 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 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管理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解书借了很长时间 爸爸在哪儿 他正在为你们准备一个惊喜 这是什么 是一辆露营车 是专门为度假而借来的 哇哦 这辆露营车什么都有 这个按钮可以控制水槽 哇哦 这个按钮可以开电视 那这个按钮有什么用 我不太确定 在知道之前还是别乱碰 大家准备航洋去度假了吗 是的 妈妈 是的 妈妈 那我们出发 那我们出发 我们去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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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地图有点奇怪 爸爸 我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别担心佩奇 我很擅长看地图 哦 有点奇怪 我们迷路了 嗯 是的 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你好啊 佩奇 你好丹尼 我们迷路了 迷路 卫星导航坏掉了 卫星导航 你们开的这辆车 是T32-200路营车 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 欢迎来到未来汽车系统 哦 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 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 路营车它竟然在说话 很厉害吧 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 可是它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你告诉它呀 嗯 你好 露营车小姐 你好 我们要去度假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 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执行就能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祖爸爸 我喜欢 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祖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 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祖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祖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沛琪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 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跳儿童跳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嘛 猪爸爸在为午餐做蔬菜汤 爸爸要我帮忙吗 谢谢沛琪 你能把这些削下来的皮清理掉吗 好的 等一下沛琪 蔬菜皮不能直接扔进普通的垃圾桶 它们要扔进这个棕色的垃圾桶 哦 香蕉 没错乔治 那个就是香蕉皮 除此之外 还有洋葱 胡萝卜和其他蔬菜消下来的皮 都在里面 猪爷爷煮奶奶会很喜欢的 难道爷爷和奶奶 他们会把这些土豆的皮当食物吗 不是的沛琪 要放在猪爷爷的花园里 他们可以帮助作物生长 哦 午餐之后我们把这些送过去 哦 太好了 猪妈妈 乔治还有佩琪 带着蔬菜的皮来到了猪爷爷和猪奶奶的家 我们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爷爷你好 爷爷你好 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啊 原来是蔬菜消下的皮 真是太好了 我的花园里正好缺这些 难道你的花园是这些蔬菜皮吗 不是的沛琪 这些蔬菜皮是用来给堆肥添料的 那是什么 我来演示给你看 就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木箱子吗 是的佩琪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木箱子 我把这些蔬菜皮倒在上面 然后在箱子的底下 就会出现肥沃的泥土 叫做堆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难道这是一个魔法箱子吗 不是的佩琪 我还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帮了点忙 在哪呢 在这里面 你瞧啊 原来是秋蚁 虫子虫子 佩琪和乔治在他们的卧室里玩 这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好的房子 乔治 小兔理查德来了 乔治 理查德 恐龙 恐龙 再见 理查德 我一会儿再来 来接你 乔治和理查德是最好的朋友 乔治 李查德 你们两个把我的房子弄倒了 你们能不能玩一点安静的游戏呀 乔治把玩具栏变成了一座火山 李查德用玩具树做成了丛林 乔治还用积木搭出了一条河 乔治和李查德把卧室变成了恐龙乐园 我要走了 太吵了 我说土豆 我说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下雨时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里看一些很重要的电视节目 土豆 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妈妈 乔治和李查德 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恐龙乐园 然后恐龙乐园里面非常的吵 乔治最好的朋友来了 但是却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你可以叫小杨苏西过来和你玩啊 小杨苏西是佩琪最好的朋友 所以苏西现在可以来玩是不是 妈妈 给她打电话 你好啊 我是小杨苏西 请说 苏西 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现在 我们要怎样才能筹到钱 把屋顶修一修呢 我们可以举办募捐长跑 什么是募捐长跑呀 就是大家在一起野餐 然后捐钱给那些跑步的人 只要你跑得越远 筹到的钱也就越多 真是个好主意 猪爸爸 那么你能跑多远呢 什么 呃 你想让我跑多远 我就能跑多远 但是爸爸 你根本就跑不动不是吗 你别胡说 我可是很擅长跑步的 很好 还有其他人想一起跑吗 不用了 谢谢 但是我会捐钱出来支持猪爸爸跑步的 我也是 还有我 非常好 谢谢你了 猪爸爸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捐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 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哦 快来吧 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猪娟长跑的日子 凌羊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宝 那样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钱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今天早上猪爸爸在洗衣服 嘿嘿嘿嘿嘿 爸爸这就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哦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佩琪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祝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呀洗 洗呀洗 洗呀洗 洗呀洗呀洗 洗呀洗呀洗 either or 起 Erin 猪爷爷 你有没有带你的手机啊 我带来了 猪奶奶 小心不要掉进水里啊 不会的 猪奶奶 你开机了吗 开机了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狗爷爷在这里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 猪爷爷 今天是个出游的好日子 我本来也想去的 不过我要清洁我的船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清洁你这艘生锈的船 真没想到它居然还能飘起来 这艘生锈的船会一直飘着 即使到时候你的旧船 已经沉没在河底一百年了 猪爷爷和狗爷爷是最好的朋友 全速前进了 再见了 我是这艘船上的船长 当船长让你们做什么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做 遵命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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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武玻璃会重复别人说的所有话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佩奇 敲响铃铛 佩奇 敲响铃铛 爷爷 我可以来做船长吗 拜托 好的 要做船长的话 你必须戴上这顶帽子 现在佩奇是船长了 大家都得听从她的指令 敲响铃铛 转动陀伦 遵命 佩奇船长 在船上跳来跳去 佩奇船长很喜欢 指挥别人 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 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但幸好我很擅长掌舵 噢 糟糕 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 你好啊 我是猪爸爸 噢 电话好像出问题了 你看 这个电话里说的都是什么 是毛驴先生打来的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 哦 我就知道这样 妈妈 毛驴先生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问小毛驴戴芬能不能来看我们 哦 太好了 小毛驴戴芬是佩奇很特别的朋友 他是法国人 戴芬将要来这里和我们练习说中文 太好了 我们最好快点 戴芬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 终点站 请下车 那是戴芬做的火车 戴芬 Bonjour Bonjour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你好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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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驴先生 哦 我的天呐 这个大箱子是戴芬的吗 是的 戴芬为了这次的出行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哦 我走了 戴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戴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戴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 妈妈消防联盟的练习呀 这是你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好借口 怎么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猪爸爸 我和爸爸足球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哈哈哈 不就是你们一群成年男人聚在一起踢足球吗 我们还要一起吃烧烤呢 公牛先生 兔先生 马先生 还有斑马先生都来了 猪爸爸准备好一起玩了嘛 走吧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消防联盟吗 当然 哦 太好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进来看看消防车吧 哇 消防车 那儿有把梯子用来爬高 这根水管是用来喷水的 这大铃铛起到警示作用 叮当 叮当 现在我们到上面去吧 看看有没有火情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哦 有谁想要来喝杯茶再聊会儿天哪 听上去很不错 哦 一个电话 佩奇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完了 我的孩子们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家里吃晚餐了 你们好啊 你们好 你们好 佩奇和乔治在哪里啊 他们都睡了 但是我真的太想见见他们了 我能偷偷看一眼吗 好的 猪奶奶 但一定要轻一点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小马 它叫做佩德罗 然后它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 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说得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奇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 猪爷爷和猪妈妈 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 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精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今天是佩奇上幼儿园的日子 爸爸 今天幼儿园的小熊泰迪要住我们家 小熊泰迪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今天轮到佩奇把他带回家了 他会带着他的睡衣 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 这些都在他的小小旅行箱里 我明白了 佩奇 猪爸爸还有小熊泰迪一起回家了 猪妈妈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他带着他的睡衣和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我的朋友们已经带着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们家过得很精彩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位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 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肠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喵喵喵喵喵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喵喵喵喵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喵喵喵 你们好啊 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 狗爷爷 叫我大胡子狗 你好啊 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 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我喜欢看这些关于减肥的电视节目 现在你们看这是我收到的一些很不错的图片 这个是一只苹果 记住了 吃水果和蔬菜能够帮助你保持你的身材 我就是经常吃水果和蔬菜的 还有坚持锻炼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的新的运动中心要在小镇里开业 欢迎前来 妈妈我们能去看看土豆先生吗 去看土豆先生的路可有点远呢佩奇 他可不是普通的土豆 他是我们的土豆先生呀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他吗妈妈 拜托啊 那好吧 太好了 大家都来新开的运动中心看土豆先生 是啊 看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 原来是佩奇来了 你们大家好 你好佩奇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可比我还大呢 没错 才没有呢 它只是一个土豆 哟土豆就只有那么大 看哪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简 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 土豆先生吧 呜呜呜 wellsng 我炙在个土豆啊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佩奇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谢谢 好了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哦 我的票弄丢了 哦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哎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哦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个新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 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狗兔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检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你好 奶奶 你好 奶奶 你们好啊 小宝贝们 再见 一会儿见了 再见 妈妈 快进来看看你们今晚要睡的地方 你们妈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 很早以前的事了 这个就是猪妈妈的床 是弹力床 你们和猪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妈妈也在床上跳来跳去吗 当然了 但是妈妈跟我们说 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 猪妈妈小时候和你们一样 很淘气的 真的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花园里看看猪爷爷怎么样 你好 爷爷 你好 爷爷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乔治 过来看看我种的葫芦 猪爷爷对自己种的蔬菜感到非常自豪 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 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 天哪 我的生菜去哪儿了 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 没错 就是它们 为什么稻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 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 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 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 什么朋友啊 汤姆 迪克 还有哈利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 猪奶奶养了几只鸟 打个招呼吧 这是杰米玛 沙拉 还有凡尼沙 你们好 还有这位是纳维尔 纳维尔是一只公鸡吗 是的 佩奇 它是小公鸡 孩子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才艺日了 那什么是才艺呀 才艺就是那些你很喜欢做的 也很擅长的事 这就像是我喜欢看电视 而且我看得很好 想想有什么事 我们可能想看到你来做的事 我的才艺就是弹吉他 家长们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不要忘了好好想想 有什么才艺可以在明天表演 佩奇和乔治该睡觉了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 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可以表演啊 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绳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响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 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佩奇在玩她的弹力球 乔治和她的朋友大象 艾德蒙在玩太空玩具 月球 月球 乔治把佩奇的弹力球当成了月球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球呢 艾德蒙的太空玩具 掉在了佩奇的头上 这个看上去很好玩 你们要去月球上吗 这种无聊的太空玩具 只是给小孩子们玩的 它们倒不是真的 但是太空真的存在佩奇 而且也的确有火箭飞到月球上去 博物馆现在有一个关于月球的展览 想不想去看看呢 想 那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吗 不是的 佩奇 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月球 我们是要去博物馆 好的 这里就是博物馆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是来看月球展览的吗 是的 兔小姐 请给我们五张票 请拿好 好好享受你们的月球之旅 哦 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上吗 不是的 佩奇 这只不过是模拟的 来 这边走 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兔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准备 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 对不对 没错 佩奇 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关于太空的事情 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 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叫水星 哦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 佩奇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 有没有秋千玩呢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攀登架 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猪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排队 哦 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两个人 一直在玩滑梯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 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佩德罗 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儿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该吃早饭了 金金 猪妈妈在给金鱼金金喂食物 妈妈 金金她为什么不吃呀 哦 可能她不是很舒服吧 我们给仓鼠兽医打个电话 你好 我是仓鼠兽医 有什么事 你好 仓鼠兽医 我们家的金鱼不肯吃东西了 而且它看上去很不开心 哦 那你们最好赶快带金鱼来我这里吧 哦 爸爸他把车开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呢 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哦 太棒了 这里是公交车站 时间表上显示 下一辆公共汽车会在十点到达 那么现在是几点呢 十点了 太好了 需要几张票呀 一张成人票 还有两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金鱼票 谢谢 金鱼可以免费 抓紧了 公牛先生在等公共汽车 我要一张去乐器商店的票 谢谢 你好啊 公牛先生 我们现在要带金鲸去看仓鼠兽医 哦 怎么了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金鲸 它没办法说话 它是条金鱼 那当然了 说不定它很想听听我用大号演奏的曲子 那 它听上去有点奇怪 所以我现在要去乐器商店 把它修理一下 羊妈妈 猫妈妈 斑马先生 凌羊夫人都上了公共汽车 你好 我要四张去超市的票 我好喜欢游乐场啊 滑梯滑梯 我带乔治去玩旋转滑梯 好的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来吧 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似的 妈妈 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得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了 小爷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 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坐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上一节 和数字有关的课程 有没有谁知道数字是用来干什么的 数字是用来计数的吗 是的 佩琪 现在谁想来试一下数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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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佩德罗 哦 一 二 三 四 佩德罗数到了四 做得好 佩德罗 还有谁可以数的比四还要多呢 我 我 我 好 瑞贝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瑞贝卡已经数到七了 非常好 瑞贝卡 林阳夫人 怎么了 坎迪 我妈妈可以数到十呢 哇哦 是的 在七之后是八 九 十 八 九 十 非常好 游戏时间到了 哈哈哈 小兔瑞贝卡 看谁能连续跳绳跳的最多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苏姨赢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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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德罗 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神吗 不是的 佩奇 我在玩呼拉圈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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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去游乐场玩 哦 为什么突然停下来了 我们遇上了交通堵塞 但是我们现在要赶着去游乐场不是吗 不用担心乔治 现在又能继续开了 公牛先生让大家把车停下 出什么问题了 公牛先生 我们正在这里挖路呢 你们看 那里有水从地底下喷出来了 是的 所以我们要负责把它给修好 哦 这要花很长时间吗 花多少时间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铲车 铲车 乔治很喜欢铲车 这边来 犀牛先生 好的老板 公牛先生是他们的老板 公牛先生 请问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水都是从地底下的一根破裂的水管里喷出来的 那你们要怎么修理呢 我们要把路给挖开 哇哦 我们先把水管的拔门关了 乔治喜欢起重机 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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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先把旧水管给取出来 呃 呃 呃 我是来这里拿你们准备易卖的东西的 都在这儿了 谢谢你了 这把旧椅子你需要吗 哦 你们实在太慷慨了 再见 再见 妈妈 你怎么把爸爸的椅子送出去了呀 去 别告诉她 她不会注意到的 嘿嘿 义卖活动的日子到了 你好 你好 兔小姐 佩奇 这把椅子怎么样 感觉有点破旧 但是你可以把它拆了用来烧火 可是这把椅子是古董 是吗 我爸爸说这个古董很值钱的 我都不知道 那我要提高价格了 再见 嗨 大家好 你好 佩奇 你带了什么呀 苏西 我带了我的护士制服 我带了我的鹦鹉气球 我带了我的玩具猴子 我会怀念我的小丑盒子的 我可以买这个小丑盒子吗 我想买我的护士制服可以吗 我想买我的鹦鹉气球 妈妈 妈妈 你看我们都买了什么 买了你们的旧玩具 我们想念他们 看我买到了什么 是一把古董椅子 哦 猪爸爸 那并不是古董椅子 是的 兔小姐刚才说的 和我那个旧的是一对 是的 爸爸 那是因为 佩奇 它其实就是你的那把旧椅子 什么 但是兔小姐刚才收了我好多钱 才卖给我的 现在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刚才已经筹到了 这是小兔瑞贝卡 和她的弟弟小兔理查德 你好 瑞贝卡 你们好啊 李查德 抓住这块浮板 然后练习用脚踢水 乔治 来试试用脚踢水吧 很好 但水花太大了 我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水花 我们摇摇摇摇的特别好 小兔瑞和李查德大一些 他们也会像我们摇的这么好 对不对啊 瑞贝卡 没错 李查德有个洒水壶 停下来 李查德 哦 天呐 李查德的洒水壶掉到了游泳池里 妈妈 抱歉 李查德 我捡不到 这池水太深了 妈妈 抱歉 我不会潜泳 要知道 连我都不会潜泳呢 你能帮我拿着眼镜吗 好 拿好了 拿好了 太棒了 猪爸爸 那是 我在水下也游得很好 哈哈哈 撒水壶是给小孩玩的 我们能从跳水板上跳下来吗 不行哦 佩奇 跳水板是给大人用的 哦 你们俩开心点 来看我跳水吧 爸爸 你就别闹了 你实在是太胖了 哈哈 胡说 我年轻时还拿过跳水奖牌 如果你要在泥坑里跳 你必须得穿上靴子才行 对不起 妈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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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说乔治 如果你要在泥坑里跳 你必须得穿上鞋子才行 佩奇喜欢照顾他的弟弟乔治 好了乔治 我们再去找几个泥坑跳吧 佩奇和乔治玩得很开心 佩奇找到了一个小泥坑 乔治找到了一个大泥坑 你看乔治 那里有个很大的泥坑 乔治想第一个泥坑 跳到泥坑里去玩 等一下乔治 我得先检查一下这里安不安全 很好 你可以放心地玩了 对不起乔治 只是先你而已 佩奇和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来吧乔治 我们快点去给爸爸看看吧 乔治最喜欢的玩具是恐龙先生 恐龙 乔治最喜欢恐龙先生了 有时候乔治喜欢用恐龙先生吓唬佩奇 太吓人了 吃晚饭的时候恐龙先生坐在乔治身边 这是谁发出的声音 是你吗乔治还是恐龙先生 恐龙 洗澡的时候乔治和恐龙先生一起洗 晚安 晚安 佩奇 晚安 妈妈 晚安 乔治 晚安 恐龙先生 乔治睡觉的时候 恐龙先生和他睡在一起 乔治最喜欢的游戏就是把恐龙先生扔到空中 在他掉下来的时候把他接住 佩奇正在和猪爸爸下棋呢 我赢了爸爸 吓得好 佩奇 乔治 乔治 出什么事了 恐龙 乔治 你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乔治把恐龙先生弄丢了 不用担心 我们会找到恐龙先生的 现在该轮到侦探出场了 可是爸爸 什么是侦探 佩奇和他的家人去看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你好奶奶 你好爷爷 你好奶奶 你好爷爷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快点进来吧 有个惊喜给你们 是什么惊喜啊 我们养了只新宠物 你们猜猜看是什么 是恐龙吗 不 我们养的宠物不是什么恐龙 快进来看看 猪爷爷和猪奶奶养了一只宠物鹦鹉 佩奇 乔治 这就是我们的新宠物了 它的名字叫玻璃 漂亮的玻璃 漂亮的玻璃 一只聪明的鹦鹉 一只聪明的鹦鹉 妈妈 为什么不管奶奶说什么 玻璃都会跟着说呢 鹦鹉会学人说话 你看着 你好 玻璃 你好 玻璃 真是只可爱的小鹦鹉 真是只可爱的小鹦鹉 你们都跟我来吧 来喝茶 佩奇 乔治 快过来 这儿有巧克力蛋糕 来了 奶奶 佩奇和乔治最爱吃巧克力蛋糕了 但是今天他们赶着要去和鹦鹉玻璃一起玩 我吃完了 你们两个小家伙可真吵啊 奶奶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餐桌 去和鹦鹉玻璃玩了吗 你们两个确定蛋糕已经吃干净了吗 五 六 七 乔治正巧在佩奇数完之前藏了起来 十 准备好了吗 我来找咯 佩奇要找到乔治藏在哪儿 找到了 佩奇找到了乔治 乔治 我一眼就看到你了 太容易了 现在轮到佩奇藏了 一 二 三 那我来帮乔治数数吧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好了 乔治 睁开你的眼睛吧 乔治要找到佩奇藏在哪儿 哦 佩奇没有藏在桌子底下 乔治 你猜她会不会藏在楼上呢 佩奇也没有藏在床底下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佩奇也没有藏在窗帘后面 佩奇也没有藏在窗帘后面 在窗帘前工作 猪爸爸在做午餐要喝的汤 爸爸 我和乔治可以去看妈妈工作吗 可以 但是你们不能打扰她 她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工作呢 谢谢你爸爸 猪妈妈今天有很多重要的工作 妈妈 乔治和我可以坐在你腿上 看你工作吗 能啊 但你们要保持安静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看妈妈在电脑前工作了 妈妈 我们能玩电脑上的快乐小鸡游戏吗 我们待会儿玩快乐小鸡的游戏 因为现在我要工作 妈妈 我们可以帮你吗 不行 佩奇 你不可以乱碰电脑知道吗 乔治 你也是不可以乱碰电脑 没错 乔治 你不可以这样乱碰 佩奇 别按了 对不起 妈妈 我只是想告诉乔治 什么是不能做的 哦 糟糕 电脑好像出现了故障 猪爸爸 猪爸爸 发生什么事了 猪妈妈 猪爸爸 你能修理电脑吗 呃 我去做午餐 你来修理电脑吧 呃 好的 猪妈妈 但是我不是很擅长修电脑 哦 谢谢你了 猪爸爸 猪爸爸准备去修电脑了 嗯 哦 眼镜 他戴上眼镜才能看得清楚啊 猪爸爸戴上眼镜之后 一切看得很清楚 但是当猪爸爸摘掉眼镜之后 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所有的东西看上去都很模糊 所以对猪爸爸来说 知道自己的眼镜在哪儿是很重要的 有的时候猪爸爸会找不到他的眼镜 佩奇 佩奇 乔治 你们见到过爸爸的眼镜吗 他到处找都找不到 没有妈妈 佩奇和乔治不知道爸爸的眼镜在哪里 哦 糟了 爸爸没有眼镜就什么都看不到 这会弄得他很焦躁的 没有眼镜 猪爸爸根本看不了报纸 这真是令人无语 我什么都看不到了 肯定有人把我的眼镜藏起来了 你还记得最后把眼镜放在哪儿了吗 我不戴的时候都是把眼镜放在口袋里的 但现在不在口袋里 那么爸爸 我们可以帮你一起去找眼镜吗 好主意呀 佩奇 如果找到了 那爸爸就不会这么焦躁了 我并没有焦躁 佩奇和乔治开始帮爸爸找眼镜了 佩奇找了报纸底下 但是爸爸的眼镜不在这儿 乔治找了电视机的上面 但是爸爸的眼镜也不在那儿 我们到楼上爸爸妈妈的卧室里去看看吧 佩奇 乔治 爸爸和妈妈正在吃早餐 今天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佩奇和乔治迫不及待地想去花园里玩了 妈妈 我们可以出去玩了吗 等你们两个吃完早餐就可以出去玩了 乔治 果汁不要喝得那么快 乔治 果汁喝得太快 结果现在开始打嗝了 我们现在能出去玩了吗 不行 乔治还在打嗝呢 乔治的打嗝已经好了 妈妈 你好了吗 乔治 好吧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玩了 但要照顾好乔治 乔治和佩奇最喜欢在花园里玩了 乔治 现在我先来扔球 你一定要接住它才行哦 乔治 不要再打嗝了 乔治 现在轮到你来扔球 由我来接住球了 乔治 乔治 哦 糟糕 乔治的打嗝让他们没办法玩了 乔治 我知道怎样才能治好打嗝 你就照我说的去做 你在按摩肚子的同时挠你的头 很好 你的打嗝治好了 妈妈给佩奇做了一个特别的盒子 佩奇 这个盒子是给你的 谢谢你了 妈妈 这是个秘密盒子 让你放秘密的东西 我可以放什么东西进去 妈妈 哦 你来决定盒子里放什么 这是你的秘密盒子 我知道我可以放什么进去了 很好 但不要告诉我 我不会告诉你的 不告诉乔治 也不告诉爸爸 这是一个秘密哦 乔治 这是我的秘密盒子 现在还是空的 我得赶快找一些东西 放进这个盒子里去 乔治想给佩奇帮忙 不用 乔治 只有我可以知道盒子里面有什么 我选东西的时候 你必须要在外面等 佩奇要选一些东西 放进秘密盒子里 现在我的秘密盒子装满了 乔治 你不可以看里面的东西哦 乔治想知道佩奇的秘密盒子里放了什么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你可以试着猜一猜 恐龙 乔治觉得盒子里放了一只恐龙 哦 乔治 不管什么东西 你怎么总是说是恐龙啊 跟你说吧 恐龙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盒子是装不下的 乔治猜不出秘密盒子里有什么 猪爸爸在清理照片 爸爸 这是我的秘密盒子 是妈妈给我做的 好漂亮的盒子啊 里面装了什么 这可是一个秘密 乔治已经猜过了 但是他没有猜对 那让我猜猜看 好的 猪爸爸和猪妈妈新拍了张佩奇和乔治的照片 我们该把这张可爱的照片挂在墙上 交给我来挂 我是这个家里动手能力最强的 你确定你能做到吗 当然可以 就在墙上定颗钉子 再把照片挂上去 那太好了 那我就出发去看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我们一会儿见 千万别把房子给弄乱了 怎么会 哈哈哈哈 再见 再见 爸爸 我们可以帮你挂照片吗 你们就看着 然后你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首先 我需要一把卷尺 和一支铅笔 我要把钉子定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墙弄坏了 爸爸 我需要一把锤子 一颗钉子 往后站孩子们 好好欣赏工匠的本事 猪爸爸要把钉子定进墙里面去 别把墙弄坏了 爸爸 不用担心佩奇 小菜一碟 哦 墙不应该这样的 墙被爸爸弄出了好几条裂缝 哦 爸爸 你把墙给弄坏了 只是几条小裂缝而已 照片会遮住他们的 像这样 我还是可以看见裂缝 爸爸 是啊 那我把钉子拿出来 把裂缝填上 别把家里弄乱了 不用担心佩奇 要拔出来了 哦 爸爸 现在你是真的把墙弄坏了 小智 不如我们来搭雪状吧 佩奇做了个雪球 佩奇和乔治玩得非常开心 哈哈哈哈哈哈 乔治 你快回来 你这只小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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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倒哈 打雪仗游戏可能玩得有点过火了 对不起乔治 乔治 我们来玩堆雪人吧 嘿嘿嘿 饧奇和乔治开始堆雪人了 他们先堆了身体 乔治 这个就是雪人的身体了 现在他们在堆雪人的头 我们现在要帮他装胳膊 还有眼睛和嘴巴 乔治找了两根树枝 来做雪人的胳膊 佩奇找了几块石头 来做雪人的眼睛和嘴巴 这就是他的脸了 现在雪人还需要一个鼻子 佩奇找了根胡萝卜 用它来做雪人的鼻子 雪人看上去很开心 但是它可能稍微有点冷 看来雪人需要穿一件衣服 这样就不冷了 乔治找来了 好了 佩奇 我要你猜这个东西是红色的 红的 我的裙子 它是红色的 不 不是你的裙子 嗯 我猜是车 你猜对了 就是我们的红车 哈哈哈 轮到我了 好了各位 我要你猜某个蓝色的东西 嗯哼 乔治的蓝衬衣 不对 这东西是在车里吗 不是 猜不到吗 是的 天空啊 就是蓝蓝的天空 我赢了 哈哈哈 猪爸爸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我知道我们在哪里 但是这条路 看起来好像和地图上的路 不太一样 哦 我说猪爸爸 我们迷路了 我们并没有迷路 但我们怎么从这里 到达缝隙堡呢 再给我一点时间吧 嗯 有了 问猪爷爷和猪奶奶 没有必要打给猪爷爷和猪奶奶 就算花上一天 我也会带你们去的 我们没有一天的时间 你好 我是猪爷爷 有什么事 你好猪爷爷 我们在去缝隙堡的路上 有点迷路了 哈哈哈 哈哈哈 猪爸爸他是不是在看地图啊 哈哈哈哈 是的 猪爸爸正在看地图 他现在非常的焦躁呢 我没有焦躁 哈哈哈哈 这条是最好的路线 你们只要沿着猪干道 一直往前开 就能够看到风隙堡了 谢谢你猪爷爷 我们沿着猪干道开 继续找风隙堡 和我想的一样 哈哈哈 快看 那是做城堡吗 没错 那就是风隙堡 车车加油 车车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好耶 佩奇和他的家人终于到达了风隙堡 佩奇是那个追的人 他要去追克洛伊和乔治 抓不到我吧 乔治 要抓住你太简单了 你那么小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不公平啊 你在帮助 乔治 那是因为他还小 你需要我帮你吗 不 我不需要帮助 我和你一样是个大姑娘了 快来吧佩奇 你来抓我们吧 不 抓不到我们 抓不到我们 哈哈哈哈 哈哈哈 抓不到 抓不到 这个游戏不好玩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好的 我知道一个大孩子们玩的有趣游戏 叫做狡猾的狐狸 狡猾的狐狸 我想要玩狡猾的狐狸 怎么玩呢 由一个人来做狡猾的狐狸 其他的人悄悄地走向他 我玩我玩 我要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佩奇做狡猾的狐狸 他转过去时 其他人慢慢地走向他 当佩奇转身时看见谁在动 那他就得回到原位重新开始 乔治我看到你动了 你要回到原位 抓住你了 我赢了 我还没有准备好你就动了 规则说我随时都可以动 是不是 乔治 现在轮到克洛伊来做狡猾的狐狸了 佩奇和乔治必须保持不动 哇 佩奇我看到你动了 回到原位 太不公平了 你看得太久了 规则说我想看多久就看多久 回到原位 乔治赢了 我们可以玩别的游戏吗 可以 但必须是大人们玩的游戏 我知道 我们来玩我最喜欢的游戏 大人的游戏 乔治 佩奇最喜欢的游戏是什么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好 嗯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猪妈妈 猪爸爸等你自己做煎饼时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嗯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 二 三 转圈 你失败了 哦 可能有点太高了 哦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哦糟糕啊 猪爸爸够不到他的煎饼 别着急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孩子们 这边啦 猪妈妈打算做什么呢 不知道我们该不该上楼去确认一下 佩奇 乔治 你们醒了吗 我从来没有 这么快就睡着过 所以 刚才那个声音 不是佩奇和乔治发出来的咯 现在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想他们应该是真的睡着了吧 那我们来看电视吧 圆异 今天我们来谈谈玫瑰花 哦 这是我最喜欢的圆异节目 这种玫瑰花的刺特别的多 修剪的时候 要先剪掉它的头 然后再摘掉它的花苞 奶奶 佩奇 乔治 你们两个不是应该睡着了吗 乔治和我一點都不觉得困 我们能和你们看电视吗 哇哦 我想你们看一会儿电视可能就觉得困了吧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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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re 冰岛玫瑰 对阳夜艾好者来说 是非常稀有的品种 但是温暖的环境 并不利于他们生长 这节目实在是太无聊了 对了爷爷 能和我们玩游戏吗 帮我们抛到空中的游戏 好的 但是一次只能抛一个人 我感觉你好像比以前重了 现在轮到乔治玩了 该我了 再高一点高一点 现在猪爷爷可能有点累了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去海边玩 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必须小心 别把东西落下了 遮阳伞 海滩包 毛巾 水桶 铲子 还有一个沙滩球 很好 但在你们玩之前 都得先涂好防晒霜 太阳太毒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 要涂上防晒霜 我们来玩这个沙滩球吧 看起来能玩 真是个不错的沙滩球 乔治 你来扔球 然后我来追他吧 乔治 结住了 糟糕 乔治太小了 接不住球 没事的 乔治 你们想去海里玩水吗 是的 很想爸爸 那就把币圈带上吧 好 行了 带上币圈后 你看起来很可爱 该我了 该我了 很好 现在我们可以下海玩了 还是冷不冷啊 暖暖的很舒服 哦 哦 慢一点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应该破够了吧 乔治也在玩 佩奇要给玩偶之家开个茶会 来吧 乔治 我来做爸爸妈妈 你就扮演孩子们 孩子们 下午茶时间到 你们赶快去洗手吧 乔治把玩偶放在了床上 晚安 乔治 你为什么把孩子们都放在床上 他们要开茶会了 乔治喜欢把他们放在床上 孩子们 听到没有 快点下来 不然你们可就吃不到蛋糕咯 乔治没在听 他正忙着把玩偶放在床上 乔治 如果你想和我的玩偶玩的话 你就得帮忙筹办茶会 给你 乔治 你可以往茶壶里面灌水 孩子们 你们现在都快下楼了 妈妈 我们来了 乔治要把茶壶灌满水 乔治在水槽里找到了蜘蛛 他想要蜘蛛做他的朋友 乔治喜欢蜘蛛 蜘蛛也喜欢乔治 佩琪喜欢举办茶会 嘿嘿嘿 巧克力饼干都上哪儿去了 爸爸 昨天我们还有好多呢 哦 对不起妈妈 一定是我昨天把它吃了 嘿嘿 淘气的爸爸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晚安 乔治 你在干什么呢 你得帮我筹办茶会才行 啊 救命 救命 欢迎上船 我的小宝贝们 佩琪 乔治 你们先穿上救生衣吧 佩琪和乔治要上船晚了 必须得穿救生衣 在这艘船上 我就是船长 说得没错 船长 没错 没错 船长 如果船长爷爷 让你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们都得照做 除非让我们做什么 不太明智的事 船长爷爷从来不做 不明智的事情 当然不会了 船长爷爷 乔治 把旗子生起来 佩琪 敲响铃铛 是的 船长 猪奶奶 你来掌舵 是的 船长 全速前进 全速前进 我们要不要开慢一点啊 猪爷爷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猪奶奶 我不想一下子 把油都用完了 猪爷爷 我够喜欢开得很快的感觉 别担心 佩琪 我们一会儿再开快一点 瞧啊 那里还有艘船 原来是狗爷爷 他今天也带丹尼出来玩了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啊 猪爷爷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琪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真是难以置信 你的船还能浮起来 狗爷爷 你的船都和你一样的年纪了 要知道我这艘老船 能轻而易举地超过你那艘绣筒的速度 猪爷爷 好吧 那我就来和你这个海狗比一场吧 准备好书吧 你这水珠 哦 哈哈 是我们最喜欢的颜色 说得没错 我的是绿色 我的是橙色 我的是草莓味红色的 还有乔治的是 蓝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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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呐 太阳出来了 看 还有其他的东西也出来了 是彩虹 佩琪和乔治喜欢彩虹 我们能够在下着雨 并且还有太阳的时候 看到这种彩虹 哦 我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在上面 没错 有红色橙色 以及绿色还有蓝色 那你们知道 在彩虹的尾巴上能看到什么吗 不知道 可以找到宝藏哦 哦 那我们可以去找宝藏吗 就现在 好的 彩虹的尾巴看起来 好像就在下一个山顶上 我们走吧 哇 它是凌晒的尾巴 The rainbow's here to play Rainbow, rainbow Red and orange and yellow and green and purple and blue Rainbow, rainbow It's a rainy sunny day 我们到了 我们的彩虹去哪儿了 它跑到下一个山坡去了 真是调皮的彩虹 快,我们去追它 Rainbow, rainbow It's a rainy sunny day 雨已经停了 彩虹也已经消失了 别担心,乔治 说不定彩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宝藏呢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你找到彩虹的宝藏了吗 是的,我找到了 一个大大的,你看 太好了 我一直在咳嗽 我知道了 是没谈的那种咳嗽 还是有谈的那种 我不知道 但是它是这样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咳嗽的 就是灵阳夫人开始唱歌的时候 你的咳嗽并不严重 但是佩德罗的咳嗽可能会传染给别人 传染是什么意思呀 当一个人在咳嗽的时候 有时候其他人也会跟着一起咳的 那么我需要吃药吗 只要吃一勺这药就行了 不过这味道可能不太美味哦 这味道就像一只在里面灌满了果酱的旧血 太感谢你了,棕熊医生 再见 再见 和我想的一样 佩德罗的咳嗽确实会传染 小狗丹尼和小羊苏西被佩德罗传染了 张开嘴巴 这个药的味道就好像是地毯味的酸奶一样 这个药的味道就像是花朵 做得好,孩子们 吃药的时候就该这么勇敢 那么你会生病吗 棕熊医生 不会,佩奇 我从来不生病 我每天都会吃一个苹果 再见 再见 放学的时间到了 家长们都来接孩子回家了 妈妈,爸爸 我今天咳嗽了 棕熊医生刚才已经来给我们看过病了 他还给我们吃了一种很难吃的药 林药夫人 你现在可以唱歌了吗 当然可以了 玻璃小姐有个娃娃她去 棕熊医生 棕凝土 它是盖房子用的一种材料 由沙子、水 还有化学添加剂组成 第一张 沙子 佩奇 乔治 还有猪妈妈 都睡着了 现在是早上 佩奇和她的家人来到了图书馆 哇哦 这里有好多书呀 佩琪 在图书馆里面你一定要安静 为什么 因为大家来这里是看书的 所以要安静一点 好 下一位 兔小姐是图书管理员 你好啊 猪妈妈 你来还这些书吗 是的 兔小姐 稍等一下 为什么那台电脑一直在响 因为电脑在检查 你有没有很调皮 解书借了很长时间 这本书我可能借的时间有点长了 别担心 猪爸爸 应该不会很久吧 天哪 我说猪爸爸 这本书你居然已经借了十年了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 兔小姐 不过没关系 现在你可以借其他的书了 兔小姐 我和乔治 可不可以在这里借书 可以 儿童借书区 就在这边呢 你看 仙女 花朵 漂亮的裙子 你好啊 佩琪 你好啊 丹尼 我借了一本 关于足球的书 你好啊 佩琪 你好 苏西 我借了一本关于护士的书 乔治选了一本关于恐龙的书 恐龙 看我找到了什么 混凝土世界的再一次探险 这儿有本《红猴子》的故事书 有什么用 我不太确定 在知道之前还是别乱碰 大家准备航洋去度假了吗 是的 爸爸 那我们出发 这张地图有点奇怪 爸爸 我们不会是迷路了吧 别担心佩琪 我很擅长看地图 哦 有点奇怪 我们迷路了 嗯 是的 这是小狗丹尼和他的爷爷 你好啊 佩琪 你好丹尼 我们迷路了 迷路 卫星导航坏掉了 卫星导航 你们开的这辆车 是T32200路营车 卫星导航是基本配备 欢迎来到蔚来汽车系统 哦 所以这个按钮是开启导航的 请问今天想去哪里呢 露营车 它竟然在说话 很厉害吧 顺着语音导航就能找到路了 可是 它怎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呢 你告诉它呀 嗯 你好 露营车小姐 你好 我们要去度假 你能告诉我们怎么走吗 只要沿着这条路继续执行就能到了 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早上好啊 我的小家伙们 早上好啊 祝爸爸 我喜欢露营 既然我们来到了郊外 我觉得我们可以去看看 大自然的风景 好主意 猪妈妈 那我们来看大自然节目吧 大自然的奇迹之一 鸟类 真是不错 走开 快点走开小鸟 我们听不到电视的声音了 哦 祝爸爸 如果你出来只是为了看电视的话 那我们的露营就没意义了 在家也能看电视 嗯 说得好 猪妈妈 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可以去 有树木的世界 什么是树木的世界 树木的世界就是布满了树木的森林呀 这个听上去有点无聊 或者是这个土豆城 那什么是土豆城呢 一个可以参观土豆田的旅行 结束时还可以有土豆吃哦 听上去很有意思 还有这个鸭子乐园 什么是鸭子乐园 是一条很宽的河 上面都是鸭子 鸭子乐园 我们去鸭子乐园吧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鸭子 可是我们要怎么去鸭子乐园 露营车带我们过去 你们好 今天我们要去哪里 去鸭子乐园 谢谢 请沿着这条路行驶保持直行 欢迎来到鸭子乐园 你们一共要几张票呢 成人票儿童票各两张 祝你们玩得愉快 鸭子们在哪里呢 也许他们在度假呢 那我们现在就在这里野餐吧 鸭子们迟早会出现的 就在我们野餐的时候吗 爷爷 你好 我们有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 啊 原来是蔬菜削下的皮 真是太好了 我的花园里正好缺这些 难道你的花园是这些蔬菜皮吗 不是的 佩奇 这些蔬菜皮是用来给堆肥添料的 那是什么 我来演示给你看 就在这儿 这不是一个木箱子吗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知道吗 这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木箱子 我把这些蔬菜皮倒在上面 然后在箱子的底下就会出现肥沃的泥土 叫做堆肥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难道这是一个魔法箱子吗 不是的 佩奇 我还有几个好朋友 他们也帮了点忙 在哪儿呢 在这里面 你瞧啊 原来是蟹蟹 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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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虫子把所有的植物残余变成了堆肥 那爷爷 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些蚯蚓放到你的堆肥里面呢 真是个不错的主意 来吧 乔治 我们再来多找一些蚯蚓吧 一条蚯蚓 虫子 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是小虫子 你好吗 我爱你 你是小虫子 干得好 你要做条好虫子哦 把这些都变成堆肥哦 好吗 最后 我可以用这个堆肥去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在土里放一棵种子 然后用堆肥把它盖上 接着它就长成一棵树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佩琪 既然说起树来了 我们快去帮帮猪奶奶吧 恐龙 乔治和理查德把卧室变成了恐龙乐园 我要走了 这也太吵了 我说土豆 我说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下雨时的好处就是 我们可以在家里 看一些很重要的电视节目 土豆 马铃薯 土豆 马铃薯 妈妈 乔治和理查德把我的卧室变成了一个恐龙乐园 然后恐龙乐园里面非常的吵 乔治最好的朋友来了 但是却没有人和我一起玩 你可以叫小杨苏西过来和你玩啊 小杨苏西是佩琪最好的朋友 所以苏西现在可以来玩是不是妈妈 给她打电话 你好啊 我是小杨苏西 请说 苏西 苏西 是我呀 你现在可以来我家吗 现在 好的 佩琪 那么我可以穿上我的护士制服吗 可以 但是你要快一点来 再见 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 快进来苏西 我一会儿再来接你 苏西 哈哈哈 乔治 李查德 苏西护士来了 苏西护士说 这里可不是恐龙乐园 而是一个医院 是医院的话 就必须要保持干净和整洁 这个卧室不再是恐龙乐园了 而是变成了一个医院 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 嗯 这只恐龙看上去好像生病了 我同意 医生 恐龙身上的绿色很像生病的颜色 他必须要上床休息 还有 我们要怎样才能筹到钱 把屋顶修一修呢 我们可以举办募捐长跑 什么是募捐长跑呀 就是大家在一起野餐 然后捐钱给那些跑步的人 只要你跑得越远 筹到的钱也就越多 真是个好主意猪爸爸 那么你能跑多远呢 什么 呃 你想让我跑多远我就能跑多远 但是爸爸你根本就跑不动不是吗 你别胡说 我可是很擅长跑步的 很好 还有其他人想一起跑吗 不用了 谢谢 但是我会捐钱出来支持猪爸爸跑步的 我也是 还有我 非常好 谢谢你了猪爸爸 佩奇和他的家人正在吃意大利面 太好吃了 意大利面还有剩的吗 我说猪爸爸 你都已经吃了三份意大利面了 食物给我能量 好 而我正需要能量参加募捐长跑 但是你应该去练习一下跑步才对 我今天得练习吃意大利面 然后明天我再去练习跑步 不行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练习跑步 哦 快来吧爸爸 来比赛 这太容易了 往山下跑确实很容易 但是往山上跑就很困难了 看来我不应该吃那么多意大利面的 今天就是木捐长跑的日子 羚羊夫人有张图表 上面显示了猪爸爸要跑多少公里 猪爸爸首先要跑到这个地方 这里是个超市 然后再跑到这里 是我爷爷的修车场 最后呢 他要跑到这里 这是风吸堡 那样的话 我们就有足够的钱 把学校的屋顶修好了 我现在就开始跑 就位 预备 跑 我跑完了 哦 我的裙子上也见到你了 嘿嘿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 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啊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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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青 齐青是整个房间都震动了起来 哦 佩琪 你的裙子呢 我把它放进去洗了呀 什么 哦 糟糕 看呀妈妈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 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嗯 你觉得呢 乔治 不好看 乔治一点也不喜欢粉色 猪爷爷 你有没有带你的手机啊 我带来了 猪奶奶 小心 不要掉进水里啊 不会的 猪奶奶 你开机了吗 开机了 猪奶奶 再见 再见 狗爷爷在这里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 猪爷爷 今天是个出游的好日子 我本来也想去的 不过我要清洁我的船 哈哈哈哈 我想不明白 你为什么还要清洁你这艘生锈的船 真没想到它居然还能飘起来 这艘生锈的船会一直飘着 即使到时候你的旧船 已经沉没在河底一百年了 猪爷爷和狗爷爷也是最好的朋友 全速前进了 再见了 我是这艘船上的船长 当船长让你们做什么的时候 你们就要去做 遵命 船长 遵命 船长 银武玻璃会重复别人说的所有话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哈哈哈 佩奇 敲响铃铛 佩奇 敲响铃铛 哈哈哈 爷爷 我可以来做船长吗 拜托 好的 要做船长的话 你必须戴上这顶帽子 现在佩奇是船长了 大家都得听从她的指令 敲响铃铃铛 转动陀轮 遵命 佩奇船长 在船上跳来跳去 哈哈哈 佩奇船长很喜欢指挥别人 或许还是应该让我来做船长吧 我们可不想让船撞上什么东西 掌舵这件事情可没那么容易 但幸好 我很擅长掌舵 噢 糟糕 猪爷爷的船撞上了一个小岛 你好啊 我是猪爸爸 先生 您怎么回事 噢 电话好像出问题了 你看 这个电话里说的都是什么 哈喽 您怎么回事 哈喽 您怎么回事 哈喽 您怎么回事 是 毛驴先生打来的 他刚才说的是法语 哦 我就知道这样 妈妈 毛驴先生刚才说了些什么 他问小毛驴戴芬能不能来看我们 哦 太好了 小毛驴戴芬是佩奇很特别的朋友 他是法国人 带芬将要来这里和我们练习说中文 太好了 我们最好快点 带芬的火车马上就要到了 终点站 那是带芬做的火车 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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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语里的意思是你好 带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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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驴先生 哦 我的天哪 这个大箱子是带芬的吗 是的 带芬为了这次的出行带了点小东西 带的都是这边没有的东西 奶酪 面包 番茄 水啊 我走了 带芬 明天晚上的时候我再来接你 带芬的行李要放在什么地方 放我房间 就是我们家里最高的地方 好吧 你不是只在我们家住一个晚上吗 哦 是的 所以我这次才带了这么小的一个行李箱过来 好 带芬来这里是为了练习说中文的 所以你们都要帮助他才行 没问题 妈妈 但是 我要先说一声抱歉 因为我的中文说的并不是很好 妈妈 你为什么要打扮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去参加 妈妈消防联盟的练习呀 这是你们聚在一起喝茶聊天的好借口 怎么 那你今天干什么呢 猪爸爸 我和爸爸足球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要开 不就是你们一群成年男人聚在一起踢足球吗 我们还要一起吃烧烤呢 公牛先生 兔先生 马先生 还有斑马先生都来了 猪爸爸准备好一起玩了吗 哈哈哈 走吧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消防联盟吗 当然 哦 太好了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你们好啊 佩奇和乔治 进来看看消防车吧 哇 消防车 那儿有把梯子用来爬高 这根水管是用来喷水的 这大铃铛起到警示作用 叮当 叮当 现在我们到上面去吧 看看有没有火情 你们大家好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哦 有谁想要来喝杯茶再聊会儿天呐 听上去很不错 哦 一个电话 佩奇 那个是消防电话 只能在有火情的时候才能用 哦 着火了 着火了 你好 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哪里着火了 我能和猪妈妈说话吗 谢谢 哦 是猪爸爸 猪爸爸 你不应该打这个电话的 这是紧急情况时才使用的 可我就是有紧急情况啊 我到处都找不到番茄酱 怎么办呢 猪爸爸 我现在要把烧烤炉点着吗 好的 麻烦你了兔先生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完了 我的孩子们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家里吃晚餐了 你们好啊 你们好 佩奇和乔治在哪里啊 他们都睡了 但是我真的太想见见他们了 我能偷偷看一眼吗 好的 猪奶奶 但一定要轻一点 你好奶奶 你好奶奶 你们好 我的小宝贝们 你们现在该睡觉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好的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要保证 听完马上就睡觉 我们会睡觉的 只要你给我们讲故事 好的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只 有一只小马 它叫做佩德罗 然后它找到了一颗魔豆 哦 没错 接着佩德罗种下魔豆 魔豆发芽长大 变成了巨大的豆精 豆精高耸入云 是的 没错 佩德罗爬到豆精的最上面 然后发现了 一个非常可怕的大怪物 但是我不想听这个了 我想要听公主的故事 哦 好的 然后佩德罗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公主 佩琪和乔治爵士 一个勇敢的骑士 还有一个厨师 他能做出最好吃的巧克力蛋糕 对吧 猪爸爸猪爷爷和猪妈妈 在等猪奶奶吃晚餐 我要上去看看猪奶奶怎么还不下来 之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 淘气的猪奶奶 你怎么把小家伙们吵醒了 我们已经保证过了 故事结束就去睡觉 爷爷 我很擅长讲故事的结尾 猪奶奶 你先到下面等着吧 我不会太久的 有一个男孩 还有一颗豆精 以及一位美丽的公主 勇敢的骑士 还有会做美味食物的厨师 今天是佩奇上幼儿园的日子 爸爸 今天幼儿园的小熊泰迪要住我们家 小熊泰迪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 今天轮到佩奇把他带回家了 他会带着他的睡衣 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 这些都在他的小小旅行箱里 我明白了 佩奇 猪爸爸还有小熊泰迪 一起回家了 猪妈妈 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朋友要住在我们家 真的吗 谁要来 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他带着他的睡衣和他的相册 还有他的牙刷一起来了 为什么要带相册一起来 因为我们要带他去做一些好玩的事 然后拍下来 我的朋友们已经带着小熊泰迪走遍了全世界 伦敦 巴黎 埃及 真有趣 小熊泰迪的日子过得还真是精彩 我希望他也能在我们家过得很精彩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大家好啊 这是幼儿园的小熊泰迪 你们好哦 他是我们的特别客人 你们都应该给他让个位 哦 这位是恐龙先生 不过他不太善于教他 我们来拍几张照片放到他的相册里 说茄子 茄子 爸爸明天小熊泰迪想要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可以吗 所以我们可以去北极吗 去趟超市怎么样啊 可以啊 我觉得小熊泰迪他以前肯定没有去过超市 现在是早上 佩奇带着小熊泰迪来到了超市 呵呵呵 这个商店什么都有的 有橙子 有苹果 还有香蕉 哟哟哟 大家都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哟哟哟 佩德罗打扮成了牛仔的样子 哟哟 哈哈 你们好啊我的小宝贝们 就连狗爷爷也打扮成了海盗的样子 你好啊狗爷爷 叫我大胡子狗 你好啊大胡子狗 你们这些小小的海盗们 有没有人想要去汹涌的海上探个险呢 你为什么说些奇怪的话 嘿嘿嘿嘿 他说的是海盗用语 想玩我的海盗游戏的孩子们 请说 啊 这会是个危险的游戏吗 不会的佩德罗 狗爷爷已经向我保证过了 这会是个非常安全的游戏 哦 肯定会很激动人心哦 有谁想来玩 哦 这是我们的作战计划 很久之前 我有一桶金子 那是我的正当所得 但是我的金子被霍格船长 无耻地偷走了 什么 海盗说的话让人有点难以理解 霍格船长抢走了我的宝藏 哦 而且霍格船长他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海盗 你们有些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 他就是我们的猪爷爷 哦 是猪爷爷啊 我们首先要找到霍格船长的藏身之处 把我的宝藏抢回来 但是不能被他发现 太棒了 每个人都很兴奋地想要玩这个海盗游戏 你好猪爷爷 我们要出发了 非常好 非常好 猪爷爷和鹦鹉玻璃守护着海盗宝藏 让我们看看谁可以第一个跑到船上去 这是什么意思 跑到船上去吧 有哦 耶 佩奇和家人们在看土豆先生的电视节目 我喜欢看这些关于减肥的电视节目 现在你们看这是我收到的一些很不错的图片 这个是一只苹果 哦 记住了 吃水果和蔬菜能够帮助你保持你的身材 我就是经常吃水果和蔬菜的 还有坚持锻炼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的新的运动中心要在小镇里开业 欢迎前来 妈妈我们能去看看土豆先生吗 去看土豆先生的路可有点远呢佩奇 他可不是普通的土豆 他是我们的土豆先生呀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他吗妈妈 拜托啊 哦那好吧 太好了 大家都来新开的运动中心看土豆先生 是啊 看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 哦 原来是佩奇来了 你们大家好 你好佩奇 苏西以为你是土豆先生呢 我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土豆先生 没错 你的个头太大了 土豆先生的个头可比我还大呢 才没有呢 他只是一个土豆 土豆就只有这么大 看哪 土豆先生来了 土豆先生来到了小镇 请欢迎你们的朋友 我土豆先生吧 我宣布这个运动中心 开业 非常的不错 我们必须都运动起来 而且每天都要吃水果和蔬菜 我们该吃哪些呢 土豆先生 佩奇和朋友们要坐火车去玩 兔先生是火车站的站长 需要几张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给我十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教师票 谢谢 好了 孩子们 你们不要把票弄丢哦 请把你们的票拿出来 我的票弄丢了 亲爱的佩德罗 你一定要小心点才行 你的票在那儿呢 你要小心保管别再丢了 看呀 火车来了 火车 兔小姐是火车司机 上车吧 太好了 这些是你们的活动表格 孩子们必须找到这个活动表格上的所有东西 一艘船 一艘船 一个新号灯 一条隧道 我看到了 树 可是树在上面吗 嗯 不在 哦 我看到了白云 可白云在表格上吗 不在 我看到狗爷爷了 你们好啊 你好啊 狗爷爷 狗爷爷在活动表格上吗 狐狐狐的佩奇 我的爷爷怎么会在表格上呢 但是他开着一艘船 而一艘船在这表格上 太好了 孩子们在船的选项上打了一个勾 检票了 兔先生过来检查大家的火车票了 你好 奶奶 你好 奶奶 你们好啊 小宝贝们 再见 一会儿见了 再见 妈妈 快进来看看你们今晚要睡的地方 你们妈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个房间 很早以前的事了 这个就是猪妈妈的床 是弹力床 你们和猪妈妈小时候一模一样 妈妈也在床上跳来跳去吗 当然了 但是妈妈跟我们说 不要在床上跳来跳去 猪妈妈小时候和你们一样 很淘气的 真的吗 是的 现在我们去花园里看看猪爷爷怎么样 你好 爷爷 你好 爷爷 你好啊 佩奇 你好啊 乔治 过来看看我种的葫芦 猪爷爷 猪爷爷对自己种的蔬菜感到非常自豪 哦 还有这些是我种的豆 哦 但其中种的最好的是我的生菜 哦 天呐 我的生菜去哪儿了 我觉得是这些小鸟把你的生菜吃了 没错 就是它们 为什么稻草人先生没把它们吓走呢 因为那些吃了我生菜的小鸟都不是什么聪明的家伙 怎么回事啊 猪爷爷 你的朋友们又在这里偷吃我的蔬菜了 什么朋友啊 汤姆 迪克 还有哈利 这不是他们的名字 猪奶奶养了几只鸡 哇哦 打个招呼吧 这是杰米玛 沙拉 还有凡尼沙 你们好 还有这位是纳维尔 纳维尔是一只公鸡吗 是的 佩奇 它是小公鸡 孩子们 明天就是我们的才艺日了 那什么是才艺呀 才艺就是那些你很喜欢做的 也很擅长的事 这就像是我喜欢看电视 而且我看得很好 想想有什么事 我们可能想看到你来做的事 我的才艺就是弹吉他 家长们来接孩子们回家了 不要忘了好好想想 有什么才艺可以在明天表演 佩奇和乔治该睡觉了 我现在还不可以睡觉 我还没有想到 明天要表演什么才艺 但是你有很多才艺可以表演啊 佩奇 没错 我可以跳绳 我还可以唱歌 一闪一闪亮晶晶 我还能跳舞 只选一个才艺有点困难 因为我擅长做很多事情 别担心 你可以明天再做决定 好的 今天是才艺日 我的才艺是跳绳 唱歌 还有跳舞 我昨天晚上都已经练习过了 我昨天晚上练习过 怎么才能看好电视 那可不算是才艺 林阳夫人不是说过的吗 那我能做什么呢 谁愿意第一个来给我们表演才艺呢 小狗丹尼 我可以表演打鼓 我还可以敲得更小 不用了 这样很好了丹尼 轮到佩德罗了 你要表演什么才艺啊 我要表演魔术 这里是满满一杯子的水 佩奇在玩他的弹力球 乔治和他的朋友大象 艾德蒙在玩太空玩具 月球 月球 乔治把佩奇的弹力球 当成了月球 我现在还在玩这个球呢 艾德蒙的太空玩具 掉在了佩奇的头上 这个看上去很好玩 你们要去月球上吗 这种无聊的太空玩具 只是给小孩子们玩的 他们都不是真的 但是太空真的存在佩奇 而且也的确有火箭 飞到月球上去 博物馆现在有一个 关于月球的展览 想不想去看看呢 行 那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吗 不是的 佩奇 我们不是真的要去月球 我们是要去博物馆 好的 这里就是博物馆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们是来看月球展览的吗 是的 兔小姐 请给我们五张票 请拿好 好好享受你们的月球之旅 哦 我们是真的要去月球上吗 不是的 佩奇 这只不过是模拟的 来 这边走 开始我们的月球之旅 兔先生是这里的导游 准备 起飞 这个是模拟的 对不对 没错 佩奇 这只是模拟的而已 五 四 三 二 一 发射 我们住在行星上 大家知道这个行星叫什么吗 叫地球 你答对了 嘿嘿嘿 关于太空的事情 我可算是个专家了 我们的太阳旁边还有七个其他的行星 大家知道这些行星叫什么吗 呃 叫水星 哦 说得好啊 埃德蒙 金星 火星 木星 土星 海王星 天王星 好了 爷爷 让我来告诉你游乐场里该怎么玩 这个是滑梯 你从这里走上去 然后呢 你从那里滑下来 而且玩的时候大家都要排队 我知道什么是滑梯佩奇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 我也会这样一个人玩 在那个古老的年代有没有秋千玩呢 哈哈哈哈 我们那个时候有秋千 盘灯架 还有旋转圆盘 是吗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滑梯了 它也是我最喜欢的 哇哦 大家都排好队 轮流玩滑梯 哇哦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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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气的理查德 你应该知道要排队玩 小兔理查德觉得排队有点麻烦 啊啊啊啊 哦 小家伙 做个小孩子很不容易吧 是吗 理查德 啊啊 因为理查德比较小 所以我觉得他不用排队了 我要是你 我就不会改变规则 祝爷爷 没关系的 孩子们都能理解的 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哇哦 但是爷爷 乔治也还小 可他就必须在这里排队 哇哦 是的 乔治的确还小 所以呢 他也不需要排队 哇哦 哦糟糕啊 乔治和理查德 两个人一直在玩滑梯 爷爷 我们什么时候能去玩滑梯啊 你不用担心佩奇 他们不会在上面玩很久的 唉 我等得太无聊了 我也是 我们还是去玩秋千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小马佩德罗在秋千上玩呢 嘿嘿嘿嘿嘿嘿 佩德罗现在能让我玩吗 可我还想在秋千上再多玩一会儿呢 但是你已经在秋千上玩很久了 该吃早饭了金金 猪妈妈在给金鱼金金喂食物 妈妈 金金她为什么不吃呀 哦 可能她不是很舒服吧 我们给仓鼠兽医打个电话 你好我是仓鼠兽医有什么事 你好仓鼠兽医 我们家的金鱼不肯吃东西了 而且她看上去很不开心 哦 那你们最好赶快带金鱼来我这里吧 哦 爸爸她把车开走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去呢 可以坐公共汽车去 哦 太棒了 这里是公交车站 时间表上显示 下一辆公共汽车会在十点到达 那么现在是几点呢 十点了 太好了 需要几张票呀 一张成人票 还有两张儿童票 还有一张金鱼票 谢谢 金鱼可以免费 抓紧了 公牛先生在等公共汽车 哦 我要一张去乐器商店的票 谢谢 你好啊 公牛先生 我们现在要带金鲼去看仓鼠兽医 哦 怎么了 你是不是感觉不舒服金鲼 他没办法说话 他是条金鱼 那当然了 说不定他很想听听我用大号演奏的曲子 他听上去有点奇怪 所以我现在要去乐器商店把它修理一下 哦 羊妈妈 猫妈妈 斑马先生 凌羊夫人都上了公共汽车 你好 我要四张去超市的票 我好喜欢游乐场啊 滑梯滑梯 我带乔治去玩旋转滑梯 好的 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来吧来吧 钓到鸭子就能赢得大熊猫哦 妈妈 我们能去看看吗 好啊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膳似的 妈妈我想要那只大熊猫 哦 我试试看 但我想这并不容易 你说的对 我猜你不会赢 什么 你不会赢 我认为这只是浪费钱 我们走着瞧吧 猪妈妈获胜了 小爷 实在太神奇了 给你的大熊猫 你想不想要一只小点的大熊猫 不 我有这只就够了 妈妈 你看 好大的熊猫啊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才不会呢 乔治和爸爸正在旋转滑梯那排队 嗯 嗯 这有点高啊 乔治 你确定要玩这个吗 一块钱 谢谢 一块钱 都是用来做善事的 哈哈哈哈 哦 天哪 对乔治来说太高了 别担心乔治 我会陪着你的 请付一块钱 谢谢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哦 这有点高啊 对不对 我还是坐楼梯吧 楼梯上挤满了小朋友 这里就能下去啊 乔治的爸爸 哦 好吧 哦 孩子们 今天我们要来上一节 和数字有关的课程 有没有谁知道 数字是用来干什么的 数字是用来计数的吗 是的 佩琪 现在谁想来试一下数数 我 我 我 好的 佩德罗 嗯 一 二 三 四 佩德罗数到了四 做得好 佩德罗 还有谁可以数得比四还要多呢 我 我 我 好 瑞贝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瑞贝卡已经数到七了 非常好 瑞贝卡 林阳夫人 怎么了 坎迪 我妈妈可以数到十呢 哇哦 是的 在七之后 是八 九 十 八 九 十 非常好 游戏时间到了 小兔瑞贝卡 坎马苏怡 小羊苏西 还有佩琪 都喜欢跳绳 我喜欢大地 我喜欢海洋 我喜欢苏西 和我一起跳 哈哈哈哈 我喜欢拼 我喜欢胖 我喜欢苏怡 和我一起跳 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我们来比一下 看谁能连续跳绳跳的最多 我来数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苏怡赢了 真是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佩德罗 你想来跟我们一起跳神吗 不是的佩奇 我在玩呼拉圈呢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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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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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现在要赶着去游乐场不是吗 不用担心乔治 现在又能继续开了 公牛先生让大家把车停下 出什么问题了公牛先生 我们正在这里挖路呢 你们看那里有水从地底下喷出来了 是的 所以我们要负责把它给修好 这要花很长时间吗 花多少时间就要看具体情况了 铲车铲车 乔治很喜欢铲车 这边来犀牛先生 好的老板 公牛先生是他们的老板 公牛先生 请问这些水都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水都是从地底下的一根破裂的水管里喷出来的 那你们要怎么修理呢 我们要把路给挖开 我们先把水管的拔门关了 乔治喜欢起重机 起重机 起重机 我们要先把旧水管给取出来 然后再把新的放进去 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你是怎么工作的 不用客气 再见 下次再见 猪妈妈要把煎饼翻过来了 太棒了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第一个煎饼是给乔治的 妈妈在乔治的煎饼上倒了一些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给佩奇的 好耶 你可以翻得更高点 猪妈妈 猪爸爸 等你自己做煎饼时 可以教我们 我也要糖浆 真好吃 这个煎饼是猪妈妈自己的 你的煎饼翻得还是不够高 猪妈妈 下一个煎饼就是你做了 这样你就可以教我们怎么做了 真是太好吃了 大家都在看了吗 煎饼要做的好吃的秘密就是 一定要把它们翻得高高的 一 二 三 转圈 你失败了 哦 可能有点太高了 哦 太可惜了 那可是最后一个煎饼 应该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 哦 糟糕 猪爸爸够不到它的煎饼 别着急 猪爸爸 我想我有办法把它弄下来 我们上楼去 孩子们 这边来 猪妈妈打算做什么呢 不知道我们该不该上楼去确认一下 佩奇 乔治 你们醒了吗 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就睡着过 所以刚才那个声音不是佩奇和乔治发出来的咯 现在我什么都没听见 我想他们应该是真的睡着了吧 那我们来看电视吧 园艺 今天我们来谈谈玫瑰花 哦 这是我最喜欢的园艺节目 这种玫瑰花的刺特别的多 修剪的时候要先剪掉它的头 然后再摘掉它的花苞 奶奶 佩奇 乔治 你们两个不是应该睡着了吗 乔治和我一点都不觉得困 我们能和你们看电视吗 哇哦 我想你们看一会儿电视 可能就会觉得困了吧 冰岛玫瑰对园艺爱好者来说 是非常稀有的品种 但是温暖的环境并不利于他们生长 哦 这节目实在是太无聊了 哦 对了 爷爷 能和我们玩游戏吗 帮我们抛到空中的游戏 好的 但是一次只能抛一个人 我感觉你好像比以前重了 现在轮到乔治玩了 该我了 再高一点 高一点 现在猪爷爷可能有点累了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去海边玩 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必须小心 别把东西落下了 遮阳伞 海滩包 毛巾 水桶 铲子 还有一个沙滩球 很好 但在你们玩之前都得先涂好防晒霜 太阳太毒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要涂上防晒霜 我们来玩这个沙滩球吧 看起来能玩 真是个不错的沙滩球 乔治 你来扔球 然后我来追他吧 乔治 结住了 哦 糟糕啊 乔治太小了 接不住球 哦 没事的 乔治 你们想去海里玩水吗 是的 很想爸爸 那就把币圈带上吧 好 行了 带上币圈后 你看起来很可爱 干稳了 干稳了 很好 现在我们可以下海玩了 还是冷不冷啊 暖暖的很舒服 哦 哈哈 哇哦 慢一点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哦 应该破够了吧 乔治也在玩 佩奇要给玩偶之家开个茶会 来吧 乔治 我来做爸爸妈妈 你就扮演孩子们 孩子们 下午茶时间到 你们赶快去洗手吧 乔治把玩偶放在了床上 晚安 乔治 你为什么把孩子们都放在床上 他们要开茶会了 乔治喜欢把他们放在床上 孩子们 听到没有 快点下来 不然你们可就吃不到蛋糕咯 乔治没在听 他正忙着把玩偶放在床上 乔治 如果你想和我的玩偶玩的话 你就得帮忙筹办茶会 给你 乔治 乔治 你可以往茶壶里面灌水 孩子们 你们现在都快下楼了 妈妈 我们来了 乔治要把茶壶灌满水 乔治在水槽里找到了蜘蛛 他想要蜘蛛做他的朋友 乔治喜欢蜘蛛 蜘蛛也喜欢乔治 佩琪喜欢举办茶会 巧克力饼干都上哪儿去了 爸爸 昨天我们还有好多呢 对不起妈妈 一定是我昨天把它吃了 淘气的爸爸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晚安 乔治 你在干什么呢 你得帮我筹办茶会才行 救命啊 救命啊 欢迎上船 我的小宝贝们 佩琪 乔治 你们先穿上救生衣吧 佩琪和乔治要上船晚了 必须得穿救生衣 在这艘船上 我就是船长 说得没错 船长 没错 没错 船长 如果船长爷爷让你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们都得照做 除非让我们做什么不太明智的事 船长爷爷从来不做不明智的事情 当然不会了 船长爷爷 乔治 把旗子生起来 佩琪 敲响铃铛 是的 船长 猪奶奶 你来掌舵 是的 船长 全速前进 全速前进 我们要不要开慢一点啊 猪爷爷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猪奶奶 我不想一下子把油都用完了 猪爷爷 我够喜欢开得很快的感觉 别担心 佩琪 我们一会儿再开快一点 瞧啊 那里还有艘船 原来是狗爷爷 他今天也带丹妮出来玩了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啊 猪爷爷 你好啊 丹妮 你好啊 佩琪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真是难以置信 你的船还能浮起来 狗爷爷 你的船都和你一样的年纪了 要知道我这艘老船能轻而易举地超过你那艘绣筒的速度 猪爷爷 好吧 那我就来和你这个海狗比一场吧 准备好书吧 你这水猪 呜呜呜呜